跌落神坛的八位主持人 成败全靠一张嘴 第一位 乐佳 乐佳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 竟然当众发起了酒疯 不仅对金星公然挑衅 甚至还说了一些低俗的言语 这种行为遭到了全民的唾弃 如今她沦落到街头卖艺的地步 第二位 谢娜 谢娜在前几年绝对是最火的主持人 可她在节目中多次爆料自己的真实水平 经常没有礼貌地嘲讽别人 也不懂得察言观色 最终导致口碑逆转 现在几乎没有多少人喜欢她了 第三位 张绍刚 张绍刚成败皆因一张嘴 她在某求职类节目中过度自我 肆意羞辱前来求职的嘉宾 最终使自己名气一落千丈 第四位 华少 华少曾是当之无愧的综艺一哥 但出名后的她 为了赚钱疯狂接综艺 节目中她为了热度 甚至逼问嘉宾的私人生活 这样的操作让很多观众非常反感 因此她后来遭到了观众的联合抵制 第五位 金星 金星是主持界有名的毒蛇 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不仅得罪了大半个娱乐圈的人 还因某个事件被禁言 第六位 涂磊 涂磊在脚灯机舱事件的道歉发文中 网友丝毫感受不到她的歉意 因此她的口碑跌到了谷底 最终在2020年宣布退出了舞台 如今她沦落成了一名网红带货主播 第七位 何炯 何炯在主持界的口碑一直不错 可后来快乐家族 却被爆出收嘉宾粉丝的礼物的黑料 一时间网上舆论纷纷 身为台柱子的她 自然而然就成了网友重点批判的对象 第八位 朱丹 身为一名老主持人的朱丹 不仅在节目中多次叫错嘉宾名字 还在主持时不太会察言观色 这样的业务能力 遭到了观众的反感 你最不喜欢哪一位主持人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